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床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不会让你一直坐坐坐坐坐跟不停的 该休息就休息 该干活的时候就干活 大家积极程度都是很高的 只要补娱乐功绩比较顺利 一般休息的时间都是比较长的 大家也可以在床上冲冲场 聊聊天什么的 比较差的一点就是 外海没有手机网络 所以手机是用不了的 但是船上可以充电 你可以玩玩其他的游戏什么的都可以 虽然说在我们这边打鱼 没有远洋遗传那么辛苦 除了非常无聊之外 其他都是能接受的 网已经慢慢拉上来了 外海的海水颜色是相当漂亮的 翠绿翠绿的 看起来颜色很透 超喜欢外海海域的这种海颜色 进海水的颜色就没这么漂亮 一般都是比较浑浊的 有网友问我是不是船上不能洗澡的 其实可以的 船上是有卫生间的 而且你可以煮热水洗澡的 所以洗澡的问题不大 淡水是够用的 船上是有海水制淡的功能的 所以淡水就不用怕 像这么一个人性化管理的渔船 干起活来是非常舒服的 不会闷也不会累 而且这样的人性化 大家的积极程度都是非常高的 不会说想偷懒什么的 这样每个人都会干好自己的活 然后有时候别人的活也会帮着干 所以这样的活干起来是起热融融的 整个船干起活来就像一家人一样 你帮我我帮你的 网慢慢的从后面拉过来了 然后又在床头这里把网钓上来 把鱼花倒到甲榜上去 这里就用钓机挂住网维 把鱼花钓上来 鱼花有这么大一大网 应该是还可以的 因为这次外海主要补的是鱿鱼 所以鱿鱼会比较多 这些小鱿鱼海兔小广就这么大了 是长不成大鱿鱼的 所以他们并不是鱿鱼的儿子什么的 因为他们就这么大 学名叫做海兔小广 跟大鱿鱼是有区别的 有的小鱿鱼这么小已经有脂了 可以生长了 这样的小鱿鱼就算大了 大家看一下 我比划一下给你们看一下 这样的海兔就算是中鱿鱼了 这边鱼网有点小破了 要先修补一下 然后再把鱼网放下去 破的不是很厉害就不用换网 直接修补就行 现在鱼网修补完了 然后就把鱼网拉到船尾这边 在船尾这边把网放下去 现在网放下去了 然后船加速前进 利用船前进的动力把网拖下去 就可以进行拖网了 不管是前面两台控制起网机的 还是后面这些员工控制鱼网的 都要配合好 配合好来才能迅速的把网拉下去 然后很快的完成工作 这样网就拖下去了 然后就要挂上风水板 一边的绳索是有两个人在控制 然后前面是有两台起网机 也是有两个人在操作 这里就要挂上风水板 看似操作很简单啊 好像人人都会 但其实是要用很久的时间去学习的 也要用很长的时间去磨合才行 要做到这样配合默契 要很长时间去磨合 这样整个鱼网就在海里面拖了 然后船加速前进进行拖网 这边就有个人就要在这里清洗甲榜啊 每次放完网都要清洗甲榜 然后我们就去前面分解鱼货 保持船的干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不能太随意马虎 现在船在拖网当中 然后我先去分解鱼货 等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下 总共收获了多少鱼货 这次的鱼货有一条鹰鸽鱼啊 这是一条鹰鸽鱼 还有几条家籍鱼 都挺不错的 这次主要补鱿鱼 所以小鱿鱼海兔会比较多 这次还收获了几个贝类 五个美人贝 大家看一下 还有一只黑蟹 这些贝都是要养活的 分卷王鱼货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网的收获有多少 有三四筐这个小鱿鱼海兔 下面这筐是中鱿鱼 小鱿鱼的城市都比较漂亮 皮也没磨破什么的 这是松鱿鱼 相对小鱿鱼 比较大个 这一次也有几百斤的 这个鱿鱼海兔了 这里还有一条绿式的烟广鱼 总体来说这次的收获也是可以的 所以现在要把鱼货钓到冰仓里面下去保鲜了 有朋友问为什么最近几次的鱼没有那么多都是鱿鱼呢 因为这是出外海主要补的就是鱿鱼啊 所以其他的海鲜品种就会比较少 基本上是没有螃蟹跟虾的 鱼也比较少 因为很少跑到鱼群游动的地方去补 主要跑到海兔跟鱿鱼游动的地方去捕捞啊 所以基本上也没有小鱼小虾 小鱿鱼就有啊 看一下基本都是这些小鱿鱼 然后就要在小鱿鱼上面覆盖一层冰进行保鲜 因为玩的收获还可以 不是有一个小鱿鱼海兔 为什么会也没有 因为这个季节小鱿鱼海兔 所以就开到这个小鱿鱼海兔 在这些小鱿鱼海兔的地方去捕捕啊 然后不知道鱼籍活动的地方去捕捕 所以鱼做不较少 小鱼不较多 这个就是季节性的苦劳 好的 整个晚的视频就会打到这里 然后下一个晚的视频在下方可以带来看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